大家好,我是罪瘾,今天去运营的千荒零尔风雨再起207版,事故就说这才是由振天成绪的修成拳 开场就摸一个BCG空破坛,反洋洲洲闪神再来空破坛,连续斩引拳之后看板子里面怎么操作 哎,必杀,必杀直接连住了 这次应该半选没有啊,抄必杀因为是 看后面安迪会不会直接怼隐藏呢 我们生命一代他真的直接裸隐藏 呃,反弹,连续空破坛,这是还了对手一个隐藏,直接被搞晕了 现在板几辆快速连上一个BC,再来一个天地霸王拳 继续搞晕 直接搞死了,这个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以无限搞的吧 这一招 接着看第二局,只要被搞晕之后几乎就凉了 随便看人力,这个玛丽出场,滑布,天地霸王拳,对手又闪过,好机会玛丽 这个闪神有点厉害啊 连招滑布上中确认,接上一个比赏,带过去 直接进入到下一局,这一局依然KO对手 下一局看占天城的安迪出场 我们来看安迪这次怎么玩啊 哎,跳起来,不料又被点一个青角,开BC 连招圣龙滑布取消 圣龙取消 我们圣龙连续的取消,最后再开一套BC 板边圣龙继续取消哦 哦,水量已经没有 必杀地怼一下,安迪他又是残血了 看这个安迪会不会高隐藏啊 呃,他也直接高隐藏 但是被防住了 没有中招啊,这一次 是隐藏还隐藏吗 这一局要 接着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看占天城的K49出场啊 看K49 首先就接刺 哎,再刺一下,连刺 不断刺 头下盘,开比赛 一个隐藏技怼过去 看玛丽继续受伸 哎,对手又跳到背后 不要急 跳C,后撤 K49进攻,开BC 闪身到背后K49 继续一波压制对手隐藏大招 来了 哎,隐藏大招之后跳C 清楚点一个下盘再刺 没关系,烧 刺 刺 隐藏再吸 这么自信的吗 大家来一部点赞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